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算对方可能真的有时候忙到没有时间可以回复你 或说你们可能真的有一两天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跟联络 但这样的话也并不会影响到你们这一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因为事实上看起来是说你们在这一段关系之中的那个能量的话 事实上你们是除了很相信彼此之外 其实也非常熟悉了彼此之间的一个存在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如果说有所受到比如说波动 或者说可能受到影响或是变得比较不好 你当然还是会在意 但是看起来似乎你们其实两人之间这个能量的话 事实上你们可能因为现在都还是比较是处于在忙自己的事情比较多 就或是我们两人之间现在是属于聚少离多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说当你们两人之间是有机会有可以碰到面 如果两人之间都有机会可以联系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专心或是说很一心一意的在面对这段关系 或者说来去经营的这段关系 那并且看起来似乎在选到这组牌族朋友的你们 也很少会有那种群影上的交流 所以似乎看起来你们在这段关系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蛮辛苦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必须要去等候 或者说去等待对方来回复你讯息 那同时自己也要去好 你自己也会去打算说把这些事情给处理好 所以当然对方也是同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看待或说来去面对 或说来去处理你们的这一段关系 并且看起来似乎你们现在目前的这 个人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们都有各自要忙的事情 所以你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比较没有 你们彼此之间也是因为这样子 比较没有办法可以去和对方联系到感情 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可以直接的和对方 有什么样的联系的时间跟经历 或许你们可能现在是医护人员 或者说你们可能现在是 比如说运输人员 又或者说你们可能现在是商务人员 没有在台湾国内 就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 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是说你们两之间是属于异地的恋情 比如说像是台北跟台中 或者是说高雄跟南投 这样子比较遥远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们比较不容易见面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是说你们现在是属于在居家隔离 或者是说是自主管理 又或者说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见到面 的那种的状况 也是有符合在现在这个情况 不过看起来似乎你们现在还比较多 会把精神跟精力花在 或说专注在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事情上面 比较特别会去 想说这段关系要怎么样的方式 去特别经营 然后其实你们都已经很习惯了 现在一个相处的模式了 好 那这件话就是属于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 你们验证牌部分之间的共同的能量 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这部分是有符合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咯 他们就来看到就说 那对方他有没有在偷偷想你 那这件话我们其实从排面上 可以很清楚跟很明显感觉到 对方当然一定是有想你 他不仅是 应该说他并没有偷偷 而是正大光明的 在想你这件事情 那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想念你 因为事实上对方他在对说这样的关系 他仍然是有很多的期待跟期许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希望 就算在对于说这样的关系的话 他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他所习惯要对待你的方式 或者说其实他对说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规划 或者说人生中的蓝图 其实都是有把你考量在里面 那因而导致于说对方其实在现况的话 他可能真的他事情要去忙 或者说可能他真的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由他来去做 那这变化是有很多一个现实考量的因素 所以导致于说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 那其实现在他最希望就是说除了在他的未来之中 可以有个什么样的保障 或说可能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需要由他去处理跟面对 那他等他去完成之后 那事实上他等他真的有空 其实上杨慧觉得说他连在做事情他也都在想你 因为事实上这个人他非常喜欢跟你相处在 就是那种直接面对面的方式做相处 所以看起来似乎这个人他在平常时候 可能在你们还没有那种遥远的距离 或者说你们可能在还没有要忙这些事情之前的话 或许有可能他真的是反正就比较少跟你做联系 他比较多都是会主动去找你 或说你会主动去找他 又或说我们俩之间是属于那种共同的一个生活圈的一个方式 所以似乎这个人他平常正是也非常的习惯说 有你在他身边的这件事情 那他其实也非常的喜欢说 就是你平常可能都为他准备什么 或说你跟他那种打打闹闹啊 或是说那种嬉闹 或说那种开玩笑 就是那种直接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接触 他喜欢那种温度的感觉 所以事实上他会更希望说 如果说有你在他身边不知道会有多好 所以事实上这个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他会更加的喜欢说 你们有在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似乎看起来也有可能是说 你们现在是属于比较没有办法真的 就是没有办法待在对方身边 或说你们可能真的比较少跟以前比的话 却是真的比较少在联系 所以因而就导致于说 或许就是现在突然之间的改变 就让他会觉得是蛮 就是会说让他会觉得比较难 难去习惯这件事情 那并且其实这个人他在对待你的时候 其实他每次也都想到说 可能要买什么东西给你 或说是要送什么东西给你 因为我说可能每当有碰到跟感情爱情 或者是说可能跟什么样的东西有关时候 其实只要跟你们之间有关的东西 物件那种有相关的话 事实上他都会想到你的这个部分 甚至他有时候也会想起说 你们之前一起相处 或说你们之前一起经过这个街道 或说可能一起聊过什么样的讯息 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说每当他想到时候 那么他又会再次的想起你们这段关系 然后他就是会特别更加的去思念你这件事情 所以事实上看起来是说 对方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 这样很多次 非常 就说因为真的对方他太喜欢你 然后他也太爱你了 但事实上有可能这个人 他是一个比较不容易会把话讲出来 他大部分的这个人 可能都是以行动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没有办法做任何行动的时候 事实上有可能他会用 比较常回你讯息的方式去来关心你 或者说来去注意到说 你到底有没有在留意到他 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 现在还是也跟他一样是互相相爱着彼此的 就是两人之间 现在虽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见到面 或者说可能真是太忙在彼此自己的事情 那现在的话就会变成比较说 他会用那种讯息减合的方式 或者说去回复讯息的方式 或者说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 跟以往不一样方式来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 所以事实上现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也看起来似乎这个人他有点想要去 主导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或说去主导这段关系之后的一个相存的模式跟状况 所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到说 排面上陶罗派所给你们建议 来去如何经营这段关系 或说来去面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这个部分 那来看到就是说在建议排部分的话 事实上看起来似乎有可能选到 这一组排组朋友的你们 是不是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有很多的部分你们可能在想说要离开 或说是不是要用一种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 或说可能对这有很多的不满 或说很多的一些的怨言 你现在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 你已经有点想要离开 或说是不是有一点想要去结束掉 或说想要去放弃掉这一段关系 那事实上会希望说你可以继续待在这段关系 就是你不要轻举妄动 或说你不要去随意的放下这段关系 因为似乎看起来对方的话 其实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 他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个想象 或说他会有很多的渴望 很多的希望 现在他还是会希望说你可以继续陪在他身边 可能他在表达 或说可能在行动部分是没有办法让你那么的喜欢 或说比较没有办法让你那么的去接受这件事情 不过其实以排面上看 会希望说你不要去离开这段关系 或是说你不要去终止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那虽然这边我们抽到的是有一张保健三的正位 那这边其实雅阳会觉得说 他的建议是要告诉你们 在对这段关系 如果说每当你可能有那种心碎 或者说可能是有那种不安 或者可能是有那种忧虑 或者说可能是有那种比较不兴奋的感觉的时候 不妨你就想一想 在一直以来 他对你所习惯的方式 或说一直在你们所相处的模式 跟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 比如说他可能以前本来是 一天只会回你一次 或者说可能两三天才回你一次讯息 虽然你们可能真的也很常见面 那你只有两三天才会回你一次讯息 或者说才会回你一些比较 他觉得比较重要的讯息 但是现在他开始 连一些你可能传一些很无聊讯息 或者说可能只是那种梗图 搞笑的讯息 贴图 他都会回你了 那这就是他的改变 因为他就是其实也是希望说 可以去多了解你 或说他也不希望说让你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或是场子会冷掉 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也不知道说 他可以跟你分享什么 或是说他可能真的有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方式跟你相处 不过事实上会排面上希望建议说 可以多去揣摩 或说可以多去观察 或是多去想一下说 在过往他跟你之间的相处模式 跟现在的话 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以及就是呢 你同时也可以去想着说 在过往他是有些东西 或者说有些的模式 他是拒绝你 但现在他开始好像慢慢的有些改变 或说开始慢慢愿意去 倾听你的一些声音 或者说倾听你的一些的想法 或者说愿意去配合你的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他在对于表达 就是说在表达对于你的思念 或者说对于你的想念的另外一个方式 因为事实上有的人可能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含蓄啦 或者说可能是比较害羞的方式 才会对方表达自己有多想念对方 可能会用一种比较看不出来的方式 来去回应这一段的一个思念跟想念 或者说来如何去进一段关系 可能在对于说这段关系 在经营部分的话 确实他有时候可能会没有办法 符合到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程度 那个部分 但事实上以排面上海事会建议你说 你可以多去思考 或说多去想一下 或说多去确认一下 对方是真的不爱你 还是说他只是不好意思表达他有多爱你的 这个部分 因为似乎以排面上看起来说 会希望说你可以继续的坚持跟经营 这一段的关系 那接下来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在钱币八的部分 这边的话其实杨阳会觉得说 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 目前你可以先去 一样继续忙你要做的事情 或说你可以去学习一些 比如说像管理层 一些就是管理学的书 虽然在管理学书大部分都会讲说你要去如何 如何去和下属 或说如何去经营人脉 但事实上管理层有时候还是会考量到 或是说会教你到一些关于心理学的相关的书籍 所以在这边的话 其实也会希望说 你们可以可能可以多去了解一些 或说多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心理学书 就是如何去跟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或说你可以去看说 如何去提升一个人的气场 磁场 或说如何去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的想法的相关书籍 或说这边杨阳也是蛮推荐说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比如说TED的演讲的相关的部分 他其实这边都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名人的讲座的那种线上方式 然后来去分享一些在对于说很多事情上面的看法 或者是说同时你可以去提升一些知识 据说你在这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变得让自己说 懂得去分享事情的这种的个性或说这种分享的技巧 那之后你其实在对这段关系的同时 你也可以知道说你该如何的去分享你自己生活周到的事情 并且同时你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说你是有提升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内在的知识 或说提升你自己的一个硬实力 让你之后在这段关系的话你可以变得有你个人的独居的魅力 让你们之间的话 让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啊 也会有比较多的话题可以聊 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有助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并且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有适当提升你自己的话 事实上对方其实也会更加的去喜欢上你 或说对方其实也会发现说你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你并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人而是 而你是一种有自我想法具有这种相当独立 或说有那种自我组建的这种的特质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更可以去吸引到这样的吸引到他 因为事实上以牌面上建议的同时也是表示说 有可能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有那种独立组建啊 或说是有那种自我想法 他比较不喜欢不喜欢那种那种很娇弱啦 或说是那种需要被别人那种 每个人都需要被呵护 但是有的人就是想要被呵护过头 就有点像这种公主病或是那种王子病 需要人家那种时时刻刻的关怀 他并不是喜欢这种 他反而喜欢那种有自我想法 或说喜欢去分享 或说是有那种喜欢调理事情 或说有那种自我组建 比较独立的人的那种个性 好那这一句话就是你们验证 就是你们对不起 是你们那个建议的讯息 那这一句话以上如果说符合到你们 或说帮助到你的话 请先帮养养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都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K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有在偷偷的想你吗 那看就在这边验证牌的部分 其实在这边验证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你们目前的一个共同能量的话 事实上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是已经认识了蛮久了 或说可能在这段关系你们已经有独自去付出 或说有努力的去付出 又或说可能正是有为了这段关系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或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坚持 那可能在对方可能在之前的时候 他可能在对于你的态度 或是可能在对于说你的回应的话 反正就是有那种事有事无的这样的情况 因为其实我们从排面上看起来说 其实你们在这段关系的一个共同的能量的话 事实上在对于说 比较没有想说是不是要继续进一段关系 或者是说已经有考虑要去打算 把这段关系给讲清楚 然后让这段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说并不会想说要让这段关系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开始的机会 或说也没有想说要如何让这段关系 有一个可以继续下去 或说有那种继续暧昧的情绪 情况或说那种经营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边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如果说 你自己现在本身有想说 是要结束掉这段关系的话 那么同时这个人他也有这么想 所以这时候最近 如果说你特别去找他 或说你可能有特别想要跟他 有一些比如说暧昧 或说可能特别跟他讲话的话 那时候这边有可能他就会去跟你提 或说可能这时候他就会表现出一些 让你觉得说他是真的想要结束掉这段关系的一个情况 因为似乎看起来就是你们两之间的话 这种同时那种频率 或说那种的那种的想法 事实上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也可以稍微检核一下说 你自己可能现在对他感觉什么 那有可能同时也是他现在对你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对于所谓喜欢感觉的话 这边那我们还是要另外的去做占卜 或说你可能要去看起来影片说 他是不是有时候真的也是有喜欢过你 或者是有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偷偷过想念你的这样的情况 那因为我们目前看到所谓的共同的能量的话 因为并且还是看起来 他其实在你们两之间在面对这段关系的话 目前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不会想要去特别去做付出 或说不会想要特别去经营什么 当然有时候还是会适当的去理会对方 我觉得适当还是会去找对方 找彼此 但实际上对于说这段关系的经营的一个可能性 或说这段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性 你们事实上都那种心知肚明 都觉得说好像其实都有点不太可能了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句话就是属于你们验证排分 就是你们两之间那个共同的能量 那如果说有符合到你目前觉得说 你们目前共同的能量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说 他有没有在偷偷的想念你呢 那他就说 那他有没有在偷偷想你这件事情的话 事实上 两人会觉得说以排面上看起来的话 其实对方他与其说是 有没有在偷偷的想念你 而反而是说对方是他在想说 为什么他会这么有习惯你的存在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在对于说所谓的感情层面的话 大部分人可能来自于说所谓的习惯 或说你们可能本来就是同事 那种办公室恋情 又或说你们可能本来就是那种 合作的关系的伙伴 那或说你们可能本来就是有一起在做出 什么样的一个提案呢 或说过出什么样的一个 共同要去做完成的事情 然后就让你们俩之间这种关系 其实有在发展 或说可能你有喜欢上他 那再对于说这种关系的话 事实上他对于你的话 他并没有那种所谓特殊的情感 或说他可能对于你 应该说以现在来看的话 因为其实以排名认为说在之前可能是有的 那因为其实以现在来看的话 事实上对方他反而是想说 该如何去让你们两个人这段关系 要如何可以把它经营成 就是比较像是朋友 或说可以把它经营的比较可以 那种稳定的感情 那种感情所谓的友谊 或者是说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 比较没有是说想要发展成在爱情这个部分 那同时并且这个人 他也在想说该要如何去戒掉 对于你的习惯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他会觉得说 应该说你们在你们这段关系 之前的经营的模式 或说你们之前的一个相处的方式 是不是有可能是合作的伙伴 那就变成说可能你们之前 本来就是有那种共同利益的存在 那现在可能是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一个利益的存在的时候 他觉得可能实际已经成熟了 又或者说可能他觉得说 在这段关系他已经有学到 他要学到的课题了 所以其实现在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他已经有想到说 如何去离开这件事情 或说是不是要如何 就是把它做一个完美的ending跟结束 那这边同时有可能是说 因为这边看到是在最左边的 钱币切的这个部分 像有可能在对于说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手上拿的那个钱币 就是有可能代表说 只有你们之间的一个交流 或什么那种日积月累的感情 因为其实一这样看起来 似乎有可能对方他想要带着 他自己的对你的感觉离开 或说可能对方对说 他想离开的部分想带走的话 只有你们之间的回忆 那剩下其余的部分的话 就留给你 就是你们之间的 比如说在金钱 或说可能在约定承诺 或说可能那种物质上面的交流 部分他其实都也不会想要 特别跟你去计较 或说可能也不会想要跟你 就是去划清他觉得说那不就送你 或说直接给你就给你做纪念 其实他反而会呈现出那种 另类的很大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似乎看起来对方 他对说这样的关系的话 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或说他其实就本来想要做一些的结束 或说他可能本来就想要做一些的 完美的ending 并且看起来说 其实在这段关系中的话 你们可能曾经就有一些的争执 或说可能曾经有一些比较不愉快 或说可能你们曾经 你们可能有不小心做出一些 他觉得是 他觉得 他觉得是乐举的行为 或者是言语 就是说有可能在过往 或说你们之前的时候 可能已经觉得说感情好像可能可以发展 或有可能已经差不多 可能送他什么 或说可能有对他 有稍微做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 那可能对方可能会觉得有些感冒 或说他就会觉得 你就不是我的菜 或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 这样的情况 那就变成说 其实对方他现在就是 想要去避免 这样的两只种比较过 他觉得是比较过度亲密的一个行为 那其实这边也是有可能是说 在这样的关系的状况下的话 其实对方也想要做出一个 比较像是划清界限 或说想要那种适当的保持距离 比较不希望说你们两人之间的话 会有那种的一个发展 或是说不想要有让你不想让你去误会掉 误会到说他对你是不是有感觉 那其实这边同时要去留意说 在你们接下来的一个相处 或什么之后可能会发展的话 有可能对方想跟你断练 或说对方可能真的想要彻底的 从你的生命中 或从你的生活圈消失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要留意到说 这个人如果说你们是办公室的关系的话 你可能要留意到说 这个人他是准备要换工作 或说可能这人是不是他要换部门 就是说那种会比较像是离开你的视线 或者说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待在你的一个范围 生活圈里面 或是会变成跟你比较不会 比较不容易会打交道 那如果说是那种同学 或者说可能是像那种 比如说网路上认识 你可能就要留意说 他可能会帮你给封锁 或者说可能会用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 去离开你 就是会让你比较看不出来说 他是刻意 或说他是故意的想要去躲开你 但事实上他本身就是故意的 那他觉得是想办法让你看起来就是说 好像他不是故意的 这部分 因为事实上看起来是说 这个人他已经有点像是 已经有点铁了心了 就是说他希望跟你们这种关系 是想要划清界限 或者说他想要去戒掉对于你的习惯 他希望说可以跟你回归到 说真的像是一般正常普通的朋友 而不是让那种香肠比较要好的 或是那种暧昧的 他没有 他想要就是划清界限的这个部分 好 那现在看到就是说在建议牌的话 所给你们的讯息是什么呢 在这边的话 建议牌师傅想告诉你们是说 其实在这段关系 你们可能也不用再想要做出 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或是说你们可能也不要想说 要再继续的坚持在这段关系 有时候如果说真的不是你的话 你再怎么样的坚持 或说你再怎么样的去做付出 做什么样的改变 那事实上也不会是符合你 或说也不会是你的 应该是说有时候可能太过于去 强求的一段关系的话 事实上到最后面 其实你自己也会受伤 就是你自己本身也会变得相当 遍体领伤 因为事实看起来 其实在这段关系中的话 你有时候可能还蛮常会钻牛角尖 或是有时候你可能都会去参考 很多人的方法 想要去知道说究竟该如何 去经营一段关系 或说该如何去知道说 去吸引到对方 或是说该如何去改善一下自己 然后来去让对方可以比较看得到 你的价值 或说你的一个存在 或许在你们曾经过往 或说可能在之前的时候 可能你们真的是本来是很合拍 或是可能真的是很适合 那确实有可能是说 对方他生活中有出现其他性的对象 或说可能对方他在更加的接触你 或说可能更加了解你之后 他发现说你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要的 或说你可能真的有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是你有露出本性 或说可能真的有踩到他的地雷 所以因为导致而说 让他会对手这样的关系 想要后面做出些比较像是结束 或说想要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似乎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其实扬眼看出来说 你其实做出很多努力 所以你才会比较容易会去思考 或说你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或说去问很多人 或是说你想要去改变自己 来去经营 或者说来去让对方对你另眼刮目相看 或说让对方对你的话有很多新鲜感 但是因为很难得说看出来 居然有排面是希望你们说 就是可以去放弃掉这段关系 就是说不要太过于去在乎 或者说不要再去想办法说要去经营 或者说如何去改善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因为事实上有可能是说 对方可能连后面是断连嘛 或者说可能就是会跟你变成一般普通的朋友 就会变成说那种可能就是一个一年 只能可能才会联络个两三次 类似这种的一个缘分 然后更惨是有可能就是完全断连 那似乎就是会像说 你要可能慢慢的从这段关系去抽离 或说你可能要慢慢的去让自己从这段关系 不要那么在意或说不要那么在乎 那可能在一时之间 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会有点无所适从 或说可能真的是会比较不知道说 该如何怎么办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可能可以多去找一些你的好朋友 多去跟他们诉苦 或者说可以多待在他们身边 或者说你可以多跟他们密在一起 让他们来去陪伴你 然后来去倾听你的心灵啊 或者说倾听你的声音 让你可以心中的那种悲伤 或者说那种难过 会有个缓解的地方 或者说会有那种可以宣泄的管道 让你可以比较 有地方可以抒压或者说那个宣泄 其实会让你比较不会那么的难受 因为事实上有时候 如果说真的是要放弃掉一段关系的话 确实会有很多的时间 或者说应该说你要很多的时间 或者说还要很多的精力 然后来去让自己能够去放下这段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你而言的话 其实杨会觉得说 排面上竟然就告诉你说 会希望你可以去放下 然后不要去坚持 然后多去找你的好朋友 或者说你如果找跟你一样是 那种同温层的这个部分 然后大家来去彼此互相交流 比如说这个人是某某星座 那你去查一下 为什么这个星座会特别渣 不一定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觉得他很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会希望说 你们对于说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不要再想那么多 就是适当的放弃 或者说适当的放下的话 事实上会对于你们而言 会比较好 或者说会让你们觉得 心中会比较 不会那么的痛苦 然后会比较稍微慢慢的舒缓 那确实有时候要忘掉一个 一直以来觉得很有缘 或者说一直以来都觉得 很合拍的人的话 实际上本来就会有一些 需要去调试的地方 或者需要调整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 确实也需要时间跟同温 跟你的好朋友来去协助你 那这边同时你可能要去 让你自己不要有那种 不甘心的心态 你必要你同时也必须要放下出 那种你可能耗费很多时间 跟金钱 或者说耗费你的青春 那种你要把你的那种 比较那种悔恨 或者说那种舍不得心态 你要去放下 你必须要先放过你自己 你才有办法去忘掉这段关 才有办法放下这段关系 因为其实你放下这段关系的同时 也是在放过你自己 也是这样同样的话 就是希望说你们就是要好好的 能够为了你们自己未来去着想 因为毕竟有时候就算没有对方 你也不会 你可能也不会变得怎么样 可能你还是真的会很难过 或说你的生活中会失去掉很多的重心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要跟你的好姐妹 或说跟你的好朋友 要比较可以能够相聚在一起 或说要比较能够聚在一起 让你可以有个新的重心 或说有个新的方向 让你的人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好 那这边的话就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先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有需要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对于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那我们来看到选到C 这组牌组的朋友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有在偷偷的想你吗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在这边验证牌部分 验证牌就是你们目前的一个 共同的能量 那这边的话我们从牌面上 验证牌看到说 其实在你们目前的一个 共同的能量的部分的话 似乎你们现在是不是在吵架 或说可能是那种 那种可能刚断脸 或说可能是有那种 很多的意见分歧 或说有那种不合 或说你们可能现在 本来就是好朋友 然后可能就是终于发现到说 好像你喜欢上对方 或说你们可能本来是好朋友 然后来算这一题的话 有可能 或说你们可能现在是 冷战的这样状况 或说你们可能在对 一些事情的部分的话 你们其实是 目前是没有共同的一个 那种 就是说在对事情上面的话 你们可能没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想法在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 可能还是会意见分歧的这样的状况 又或说可能在现在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让你们两现在的一个能量是非常的混乱 或说是那种混沌 或者说是那种比较浑浊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们两人之间的话 虽然还是会舍不得彼此 或说还是会放不下对方 那么你们之间的话 事实上还是非常的在乎对方 然后还是不想去放下这段关系 所以事实上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比较像是那种 好朋友 然后那种好朋友 然后暧昧的这样的情愫在 或说我们两之间是同事 然后两之间现在是那种比较暧昧 然后但是两之间是没有那种缘分 应该说 比较是没有那种连结 或说比较没有那种承诺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对说赚关系的经营 或说可能在对说赚关系的未来一个方向的话 是比较没有共识 两人之间其实比较会 就是说两人之间在对说赚关系的话 你们共同都是想说要永远待在对他身边 或说永远都要跟对方保持联系 但是呢 对方可能对于你的话 可能他的感觉还没有很清楚 可能还是那种暧昧啊 或说是好朋友啊 或说那种好同事 或说只是聊得来的人 类似这样的一个感情的感觉而已 但是你的话 可能就是对他特别喜欢 或说可能对他特别的那种呢 不想感觉 或说可能会特别信任他 就是会 你会不自觉的会想去黏着他 或说你会不自觉的对他有那种好感 但是对方对你的感觉也是 他自己还是在摸索 但是你自己其实是非常的清楚 或说你是本来就放不下这个人 比较放不下这段关系 所以两人之间其实共同能量 还是仍然会希望说 可以待在对方身边 但是待在对方身边的话 但是两人之间说 想要关系这个未来跟走向 两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虽然两人之间的一个共同能量 是那种相当的浑浊跟混乱 但是又希望说 彼此之间又可以待在对方身边 这样子的一个验证牌的部分 好 那这边如果说符合的话 我们就去往下看 那看到说 那对方他有在偷偷的想你吗 那其实这边我们从排面上 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对方他当然有想你 但是他这种想念的话 比较多像是那一种 习惯你的存在 或者说是他会希望说 这种关系可以稳定的 保持联系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 可以有那种肩不可摧 或者说两人之间可以 有稳定的发展的 那种的一个感情的模式跟状况 因为似乎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 事实上有可能 我们俩之间版就是有那种 有话说不清 应该有理说不清的一个状况 但事实上对方刚刚有提到说 对方对于你的话 他的感觉是很模糊的 所以这时候他反而会 他其实现在他决定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好好去面对说 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他很常会想到你 但他想到你的话 他又不知道说 这个想念到底什么 可能我对你只是好朋友 那种类似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喜欢你这件事情 他自己本身还在捉摸 或说他自己本身 可能还在重新考量跟考虑 对于说这样的关系 或说这段关系的发展化 事实上他还没有办法去下决定 但是唯一可以很确定的是说 对方他不希望你离开 或说对方他会希望说 你可以都一直待在他身边 或说对方他会希望说 你可以就是 你们两人就可以都一直 保持在现在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不要因为感情 或者说因为爱情 就让两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会有所分离 或者说有所的分开 就是说不希望说 让你们两人这段关系的话 会因为两人之间没有共事 然后就离开了这一段的关系 他会希望说 你们这段关系 就是可以继续的保持着联系 所以其实每当他想到 你们这段关系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也是那种很犹豫 然后也是蛮郁闷 然后就是那种 他没有办法决定说 就是你们这段关系 究竟接下来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如果说幸运的人的话 对方可能会因为 他想要试试看 然后就跟你们在一起 但是如果说 对方是属于那种 他非常相信真爱的存在 或是对方可能现在 本来就有一个 其他心仪的对象 或说可能他现在本来 就是一个特别喜欢 类型的某一种人 那如果说你不是属于 这类型 或是你没有特别的 吸引到他的话 这样就会有可能是说 这段关系就不会有 可以经营下去的可能性 或说可能对方就会想要 继续跟你保持在朋友 或说是那种友人的那种关系 因为事实上对方 他确实非常的相信你 或说对方其实他也是 蛮习惯说有你在他身边 对方其实对于你的感觉的话 他其实也知道 或说也蛮清楚说 他是喜欢你 或是说 不是喜欢你 他是对于你的喜欢 是属于那种朋友喜欢 或说对于你的信任的话 也像是那种朋友跟家人 那种信任 朋友的话有点像 偏向是自由 那这边的话 在家人部分的话 就是有可能是那种 非常信任的那种家人的状况 因为在蛮多的一个 塔罗牌解析里面 会觉得说 其实权杖式出现 算是一个蛮有机会 可以发展感情的一个方向 或说两人之间 其实是那种 反正就是有那种 固定的生活圈 所以两人之间 也是蛮常会碰到面 或说两人之间 蛮常就会见到 所以因而就是 在这段关系的发展 或说在一个相处的状况下话 实际上是非常的有机会 可以发展感情 或说可以发展关系 但是呢 因为两个旁边出现的是 保健二的逆位 还有就是保健十的逆位 所以事实上 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他就是没办法下定决心 或说他自己本身在这段关系 就是还是那种犹豫不决 他比较没有办法用种 比较像是理智 或说比较没有办法去 想到说 究竟这段关系 是不是会有发展的可能 或说男之间 他是不是有多喜欢你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的可能性 就是说 本来可能对方是喜欢 某一种特别的那种个性 或说那种外形的人 那可能现在他遇到了你之后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值得信任 或说他对你有特别那种 莫名的那种吸引力 或说他特别信任你 所以其实他也因为说 可能他会害怕说 会伤害到你 那他也会想说 他该如何去调整 他对于你之间的相处方式 如果要调整说 该如何去跟你讲说 他对于你的感觉 或说如何去调整 让与你们两之间的关系 可以不要那么紧张 让你们两之间的关系 可以往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向 去发展 那还有另外可能性 就是说可能对方 他是属于喜欢那种异性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说 就喜欢上同性 那可能现在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说 他不知道说 他这里是同性还是异性 那可能这种可以引导他 你是喜欢双性 这种让对方可以比较能够用 去理解说 对方其实现在 因为其实看起来 对方现在对你是蛮有感觉 但是其实对方 他下定 他没办法下定决心 他希望说可以 就是在维持一个现状 那个状况为主 他还没有办法去决定说 关系要什么样的发展 因为对方其实他也放不下你 对方也不希望说去伤害到你 所以其实他现在的话 他同时在跟你相处的状况下 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是 也是蛮那种 也是蛮伤心的 因为他觉得说 他没有办法去下定决心说 这样关系究竟要往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或说是需要继续的一个经营 或说继续的相处下去 好 那这变化就是 对方他确实是有想你 那对方他还是会先维持现状 然后他想的方式内容是 比较像是那种对于你的信任 或说是对于你的一个习惯 那对方他也是不希望说你离开他 所以对方在思考说 该如何去让这种关系 可以往个比较稳定 或说可以不要让彼此之间吵架 然后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那另外一个方向是 又确实是说有可能 对方自己本身有很多的事情 那他没有办法去经营到感情 所以因而对方也不希望说可以去 也不希望耽误到你 或说也不想那么急着给你承诺 那接下来看到说 那建议牌的部分会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康区其实在建议牌的话 是想告诉你们说 其实在这段关系中 你们也不用特别去付出什么 或说其实你不用去特别想说 你该如何去经营这段关系 因为其实仿佛你们俩之间 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一个存在 或你们俩之间就是一个命中注定 要这段关系会有 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中的话 你如果说反而去做更多 或说你可能反而想要去 特别去经营这段关系的话 会反而让你们这段关系 会变得更加紧张 因为如果说你越是想要做改变 或说你越是想要去做一些调整 或说你可能越是想要去证明 你自己有多爱他 让他知道的话 这时候反而会让你这段关系 会比较像是 没有办法让你们两段关系 可以往下发展 因为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 事实上有可能像是 来自于说前世今生的缘分在 或说来自于说宇宙的一个指引 所以俩之间的缘分 其实在接下来所发生 还是会有很多让你觉得说 很混乱混沌 或说是那种比较没有办法去 理解的一个状况 所以不妨 你反而可以用做你自己的方式 来去跟对方相处 你不用特别去配合对方 或说你可能不用特别想要去 想要去改变这段关系的方向 因为事实上我们俩之间的缘分 其实在上辈子已经就是有注定好了 所以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你不用特别去要做什么 你就是维持在现状就可以了 那同时呢 你不要再去特别说 为这段关系 有那种患得患失的一个想法 或说那种的感觉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说 对方他如果说 真的是懒得回讯息的那种的话 比如啦 他懒得回讯息的那种 就是你放着去 你就不要再回了 所以说你不用再去问他 说有什么不回我啊 或说你最近在干嘛 你就不用问他 因为他就是懒得跟你讲 懒得回答你 就是不想跟你说 那就是传给他什么样东西 就放着等他回就好 就是两支间的话 让两人之间的相处的模式 跟方式的话 把它变成是那种 比较顺其自然 或说让对方 比较舒服的一个模式 因为是以排面上看起来是说 有可能对方在之前 就已经跟你讲 或者说他可能跟你分享过 他的感情事 他就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关系 那就是让这样 就是让他的爱情 后面就是结束嘛 比如说很多人最好讲 就是因为个性不和而分手 那所谓个性不和是什么 一定就是因为 某一方会希望说 对方做什么 那对方就是可能会觉得说 我是不喜欢这样做 你一直强迫我 可能就会受不了 这是所谓的个性不和 或者说可能真的有发生过很多事情 那可能就是两人之间 在对所所谓的观念上面 是没有办法互相礼浪 或者说有时候会可能太过于 期待对方可以为自己做什么 然后就会强办法 去强制要求说 对方一定要为自己做 那如果说对方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或者说没有做到那件事情的话 那么就会开始变得很有所失落 或者说可能会变成说 情绪会比较反复不定 会变成说很像是那种定时炸弹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不希望说 跟一个定时炸弹在一起吧 所以婴儿就会变成说 不希望说谈感情就像是 不想要谈感情就像是 踩地雷一样 会希望说每天可以过得平平顺顺 或者说希望说每天可以过得很开心 所以会希望说 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你不要总是时时刻刻的黏着这个人 你要适当地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你就把这个人就放着吧 因为这个人他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在回来找你 但是这个边最唯一的重点是说 两人之间的话 一定要永远都维持 跟保持在同一个生活圈 或者两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连结的话 必须要是要保持存在着 并不是说两人之间 可能本来就是注定有缘分 那你就还刻意要可能选择换工作 或是换环境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 有可能两人之间的一个 唯一的仅存的联系就会断掉 因为似乎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你们现在似乎是那种 仅存的一个关系存在 所以你自己可能本来也很紧张 也很害怕说 这段关系是不是就会这样结束了 所以无论如何 你都要想办法让这段关系 继续有保持联系就可以 或者说两人之间的话 就要保持在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就是两人之间一定要有一个 固定时间会揭秘 或说两人之间的话 一定要有固定的一个话题可以讲 或说固定的事情可以做 那这样的话才能让你们两人之间的 缘分可以继续的一个连结在 因为会希望说你不要太过去刻意说 对方一定要为了你做什么 因为事实上有可能在之前有做出一些 比如说希望他为了你吃醋啊 或说可能会希望说他晚晚留你 或说可能会希望说 对方来去特别的在乎你 因为其实以白面上看起来的话是说 对方他总是表现出不在乎你 然后没有想挽留你 你想离开就离开的 这种的一个态度出现 所以会希望说你就是放弃 不要使用这种方式 你就是让这样的关系顺其自然 那如果说你越是顺其自然的话 反正这样的关系会越来越顺 因为你反而要去顺着他的毛毛 你要顺着他的方式去做 让他能够去接受 或说让他能够愿意去 应该说你要先去能够配合他 先能够去适应他 之后他才会反过来 愿意去配合你跟适应你 所以其实以及呢 就在你这样关系自然的话 在接下来是会发生很多的争执跟争吵 或说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的 让你觉得说比较不舒服的事情 或说会让你的那种 很多的东西 很多在爱情课题里面 会出现比如说像嫉妒心 或说可能那种不安全感 忧郁感 或是说那种忧虑 那种紧张感 会有有时候偶尔还是会出现 但是其实这边也是慢慢去让你去学习说 如何去面对这些感情中的课题 让你慢慢去从这里面摆脱出来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越是让这个顺其之下 你确实有可能的紧张啊 忧虑啊 或是种不安全感会慢慢 会越来越增加 所以还会希望说你要去 让这种关系就是顺着他就好 然后不要去太过于注重 你反而要抱着说他不见就算了 的这种心态 让你去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让你们两个 这段关系还是会有机会 可以再继续往下发展 所以如果说 其实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的你们 杨杨会建议你们说 其实反而更适合来找杨杨算前世今生 因为其实这部分的话 其实真的蛮适合你们的 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可能本来有去庙里求签拜拜啊 你们也蛮适合可以去拜月老 来去确定一下说 到底这人是不是在 是不是注定会跟你在一起 因为其实以牌面上看起来 杨杨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天生注定 就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可能只是现在你们 还在一个磨合期的阶段 或者说你们现在还在 偿还前世的感情在 所以可能还没有办法 那么快的有一个结果 但是这样杨杨会觉得说 以这样看起来整体 牌面上杨杨会觉得说 事实上这个人就可能到最后面 还是会跟你在一起 或者说可能最后面 还是会跟你交往 或是说会有结果 但是可能在现况的话 你可能会看不出来 甚至你可能也会蛮质疑 这件事情 或说你可能会觉得说 对方就是感觉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杨杨会觉得说 如果说你们会觉得说 不想要找杨杨 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 前世金的话 那你们可以去拜拜 或者说去问一下 月老说 这人是不是 你的命中注定的对象 那想要或许有办法 对于说你们的感情部分的话 会比较有一个出口 会比较有一个 可以宣泄的一个地方 好 以上的话就选到 在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面有所帮助 那说对面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杨杨按赞 或是说 有可以分享给 有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占卜的部分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都有杨杨的联系方式 就可以来这跟杨杨做预约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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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